今天我的嘉賓有港股的春儀 港股是什麼?春儀 就是香港的電團舞團 Yeah 我們講到這個字 因為本來我們想了很久 究竟用Turking Crew去形容好 還是用電團舞團去形容好 因為有點像急後令 你們剛剛完成了一個世界財和在西班牙 他就是一個叫International Turk Championship 他就是一個叫International Turk Champions 我們叫他ITC ITC 就是國際電團舞世界賽 港股整隊Crew一起去比賽 另外你也是代表香港去打個人賽 是的 入了Big Final十六強 沒錯 Yeah 今次是你第二次去ITC比賽 對 對上一次是否都是西班牙的 對 因為他們的餃子都是西班牙人 所以變成他們的Big Final 即我們會叫不同地區的比賽 叫Pre-Selections 預選賽 我們會直接叫最後去的那個 就叫做The Big Final 香港也有預選賽 對 就是港股搞的 接著我們那時候請回來的judge 其實都是外國 包括我們的ITC The Big Final的主辦 接著有比賽第一屆的冠軍 還有台灣那邊的教授 是的 ITC是一個很大型的電團舞比賽 有23個國家的選手參與 是 那時候去到的時候 看到這麼多位Turker的時候 有沒有一點點挾線 對於我來說 這次我一開始的時候 是有點緊張的 是 雖然今年我們沒有23個國家這麼多 因為有些不同地區的教授 都有些情況 所以我們這次只有18個代表 最後 我們的主辦這次都很好 其實都給了我們一起集合 有些類似Ice Break的東西 所以其實變成我們這次 沒有看到大家很緊張 或者很散步的感覺 是 那我現在的比賽中 跟其他選手相處都不錯 嗯 那時候在香港預選賽的時候 跟你一起對 Final那位都是港股的成員 是 堂堂 堂堂對決 那時候你贏了那一下 有什麼感覺 哇媽媽 終於做到了 然後我很想哭 因為終於做到了 我準備要哭的時候 我的學生就很大聲說 阿春 不要哭 千萬不要哭 她們就說 你現在還要唱 還有要拍照 對呀 要拍照 不可以哭 然後她就忍著 她一哭 然後妝就花了 對 因為我完成了Final Round之後 其實我還有一個Performance 然後她們都馬上停止了 你不要哭 唱完再哭 拍完唱完再哭 大家真的要看一次阿春的Performance 因為真的很好看 因為我自己也有參與過她們一次電團舞的活動 就叫JK8月15 當時阿春就是MC 但她MC之外她也有表演 她的表演是 她的英四座 全場是一直喊 真的一直喊 真的一直喊 我們說回比賽 聽說你們這次去西班牙比賽 都多災多難 對於我來說 其實真的蠻麻煩的 因為我們就是 我不記得是十七還是十八號 四月的時候 就是先去了荷蘭 我就在那邊玩了幾天 然後突然之間 二十二號那天開始病 就睡了一整天 之後去到二十五號 我們去西班牙 那天比較好一點 而且也能吃得到 因為我們在荷蘭的那段時間 西餐偏向游利 我又不太能吃得到 我吃完會吐出來 所以那幾天都 真的空著肚子 很餓 但也算是OK 去到西班牙之後 二十六號 我轉了藥 因為藥吃光了 有一種消炎藥 在香港買就是六十mg 但那邊就是二百十mg 我吃完之後 就不舒服 然後手就紫色 然後在那裡震 然後我就 在馬蹤裡狂吐 吐了一整天 然後我都哭著自己 我真的不舒服 我受不了 但第二天就是 ITC的前一天 就是進去Gather Up的時間 但我就吐完了 個人又清醒一點 就發現好像都OK了 我本著就繼續打下去 那二十七號拍片 正正常常 就是拍宣傳片 然後二十八號 就是我和 crewmate的battle 以及我自己的representative 的介紹 演出 那我跳完representative 的介紹演出 就準備那個battle 那齊舞battle 跳的時候 跳到一半 我已經跳氣頂不順 我們起初都覺得 我可能之前在荷蘭中了COVID 然後現在是COVID後患症 所以那些氣不順 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跳到一半 就已經 我跟 crewmate說 我不行了 糟了 我真的那一刻已經呼吸不到氣 吸到很大膽 也呼吸不到氣 然後跳完 就叫做完成了 那件事 出了個台之後 是狂肝咳和肝吐 咳咳的時候 又失敗了 沒有了意識 然後就感覺到 有人拍我了 Hey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我說I'm okay 我有個意識在那裡 但純粹看不到東西 blanked out 我就說I'm okay but I just can't see things right now 然後就感覺到 有兩個人夾起我 帶我出去 處理了一會兒 然後就公佈賽果 港股就拿到齊武冠軍 就是這樣 然後 預視者又到第二天 第二天 那一早六點 我就咳醒了 然後咳咳一下 咳出血 WOW KIM後來跟我說 其實應該是我咳得太多 咳損了 所以血咳了出來 但是與此同時 其實我呼吸是很困難 然後我就爬過去他們的房間 找他們 他們都保持安慰我 令到我的情況安定了 平復了的時候 我又睡了一會兒 又過了一會兒 過了一會兒之後 然後我就陷入天人膠戰裡面 因為這個對於我來說 是由剛剛開始學Turking 到現在的一個夢想 那時候還未實現得到 還未實現得到 還未實現得到 我都很擔心自己的身體 能否擔心得到 因為已經和早兩天 跳得到走得到的狀況不同 真的很虛弱 那幾天其實都不能吃東西 都一直吃完就咬 突然間又收到一個瑞士老師 也是比較熟悉的老師 他就說 Spring, where are you? I need your help 快點離開 然後我就想起 和他之前的對話 說起會不會 在現在這個時刻 自己會不會後悔 我又想一想 其實是我的人生裡面 這個屬於我的一個里程碑 如果我不出現 我真的怕自己會生氣自己一輩子 那我就爬起來 撿起人 我就說 好,我出 但你們要看著我 因為我很擔心自己受不了 那就去到那邊了 臨比賽前 大概一個小時 還是半個小時 然後我下去 他們集合起來 要開始嘗試 然後我就突然之間 一直狂吐 其實吐不了什麼 因為我已經吐了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Sandra 即是主辦 就問我是否可以 然後就請了台灣的老師 維偉老師 即是來香港做審議 我們之前也有交流過 就叫他帶我上房 去休息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 可以吃藥或者怎樣 剛好 就是維偉老師 她自己帶了過來的三個學生 有兩個都是護士 又有藥 而且也知道那時候 可以怎樣令我舒服一點 她就煮了一些意粉 和煮了蛋給我吃 我意粉只吃了兩條 因為我多吃幾條油 開始感覺到想吐 我又不敢吃多 然後她的學生 就叫我吃蛋白 他說蛋白可以中和一下胃酸 令到我沒有那麼容易想吐 而且吃完東西 都可以 吐一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人家會比較順 不會只吐 但是又沒有東西出 如是者就睡了一會 然後差不多時間下去了 又下去了 又下去換衣服 很趕 我記得當時是第一個 representative 在跳他的choreography 我就下去了 因為我們海選有兩回合 第一回合是choreography 就是排舞的東西 第二回合是track technique 就是兩個兩個這樣出的 跳完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喘氣了 其實人也不太舒服 還沒開始跳 跳完第一首歌 然後跟我一起出去 那個representative 他就給了一隻手 給我一隻微笑主 然後拖著我出去 抱抱就開始 然後又跳完 又抱抱 我們又拖著手 走回去 其實對於我來說 這個舉動很甜蜜 因為我覺得那個時刻 我已經很虛弱的情況下 他都願意跟我一起出去 其實都很照顧我 去到我入十六強 因為我知道自己的病 都令到那一天的狀態 發揮得不太好 但是我已經盡力在那天 做好我的表現 都沒有很後悔 但是那一天 都聽到我十六強 有我的名字 然後我在想 在這麽高水準的情況下 我現在這個病了的狀態 我沒有聽錯 是不是在喊我 我就 Me? Seriously? Me? 我就聽到有人說 Yes babe, it's you Don't judge yourself 我就已經不太記得 是否representative 那邊 還是觀眾 但我記得好像是representative 那邊 因為聲音在後面出來 然後我就 在他們出來的情況下 又被一齊推出來了 然後就打完十六強 都本著一個開心 和欣賞的角度去打 因為始終我知道自己的狀態 不是說要找藉口 但是 at least我已經是有氣沒有力 但我的氣都已經不是很多的情況下 只能盡量做準些事情 去控制自己那些tracking的事情 以及令自己盡量沒有offbeat 因為有時太累的人會很慢 變成了身體react不遲 因為直接聽歌就直接跳 所以就盡量控制自己去跳 我跳完 其實一直都有看他們跳 都有很多inspiration 可以再說 之後跟他們交流的過程中 也有表達到 其實我已經很不舒服 接下來我回到香港 要再查 我第二天馬上買個機票回來 1日回到香港的時候 醫生聽了肺 說不對勁 為何你的肺有雜聲 他就叫我 因為我在機場診所檢查 然後就直接進入聖保陸醫院 再檢查的時候 便發現我身上帶著三種菌 有肺炎典球菌 然後有月形流感 我覺得有些很奇怪的病 金黃葡萄球菌 我也不知道是在飛機擦牙 還是因為在那邊吃東西不乾淨而弄成這樣 但我實際上又沒辦法吃東西 又找不到 然後入院的時候 我就說花了這小塊東西 應該不是很嚴重 然後醫生就說 雖然很小塊 但你的肺也是花了 你說是否嚴重 然後我就決定不到 我意識到嚴重的情況是何時呢 因為我入院驗血的時候 嚴症指數是去到200多 差不多300 我不太記得了 但是正常來說 應該要小過5 然後我就看到對比的時候 什麼事 就一直在醫院打抗生素 然後出院現在就沒事了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我不是肺炎員的肺炎後遺症 而是好像跟醫生診斷的結果 就是我是這個 先種了月形流感 身體很虛弱的情況下 就種了肺炎典球菌 然後肺炎就發炎了 金黃葡萄球菌 就無法決定在哪裏 都有點佩服自己 在這個情況下 帶著三個菌 都還可以堅持得到 完成整個比賽 是的 而且也引起到一件事 就是除了在比賽中 要用輸贏的心態去看一件事 其實香港也經常聽到很多前輩說 要用一個欣賞、開心、分享的角度去調 但是其實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很難直接體會得到的原因是 香港很少真的直接對到Trucker 對著不同Style的人 有時可能對於我來說 不是很理解某一些武種 他們的演繹方式是怎樣 我會盡量去理解 但是說是否可以去到一看就得到 或者很投入得到呢 反而在這次裏面 真的可以好看得到 不同的地區的代表 他們有些什麼特色 他們怎樣去演繹 他們的Trucking 甚至乎可能選的方面 都會有自己一些地區的特色 在你一個這麼病的狀態之下 你都可以留意到這麼多事情 因為我已經沒有事情可以做了 那個時刻我只可以看 但是因為跳完後 我不會馬上離開 我只能夠在我休息的同事 坐在隔壁後台的位置 看出去看 因為我知道我上課已經上得不多 除了第一天真的能動 我第二天去到的時候 我已經動不了很多 我就是可以看 第三天直接飛回來 上課其實因為ITC 除了有比賽之外 還有一些workshop 有老師教 所以你因為那時身體太虛弱 就上不了 因為上一上 然後肺育就已經喘氣了 然後又cut了 還有人真的沒有什麼力量跳 變成了就是 可能我在外面看 大概嘗試到可以做的就是 我get你的concept 在說什麼 我動作有其他crewmate 可能回到香港之後 可以再交流 例如他們很專注學 step的時候 可能我旁邊已經同一時間 review了這些concept 之後可以跟crewmate practice的時候 例如交流 大家學到什麼 又或者大家在inspiration裡 得到什麼 這是我們上一次去完西巴牙的時候 都有做過的事情 所以變成對於我來說 我可以做到的就是 我坐在那裡盡力 學到什麼 我就可以學到什麼 他講書的時候 或者交跳舞的時候 講書 不好意思 交跳舞的時候 其實除了他一些動作上的指導 他指導的時候 我都可以學到他怎樣去教人 有沒有一些小提示 小提示 對小提示 不好意思 因為台灣的說法 之後可以讓我自己 例如有時候練習也好 或者去想一些concept上面的事情 都可以有這些小提示 可以再做到更加多不同的事情 以前就已經很喜歡這個電團舞 即Turk 會不會經歷了這次之後 你發現自己對他的愛的層次有在心 有的 即是那件事的體力角度 不再是說 譬如我要做到某一些事情 去achieve得到某一些事情 譬如說 我為什麼會這麼想 去做到香港的代表 是因為 我也想被人認可得到我自己的努力 即是可能由以前 早幾年開始 學Turk 我不會說身邊的人都不支持 但是都會知道 有一種感覺是 好像做得到 都未去到 身邊同期的人那麼厲害 因為我同一屆Dansel 因為我Dansel出身的 同一屆Dansel 發展開的人 都有不同的 很significance的事情 出到來 但是對於我自己來說 為什麼我好像沒有他們一個 這樣的title 又或者承擇 又或者被人看得到的位置 可能一來 All style 的battle 我可以玩的機會不多 又或者剛玩的battle 機會不多 而來就是 可能我亦都未真的 compare他們 有一些很明確的concept 又或者很明確的一些technic 是他們看得到的 可能我還有需要 有待加強的位置 因為始終 香港可以參照的老師 有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我想要更加多的 不只是corey 就是編舞上面的學習 而是想要更加多 在一些概念上面的開發 去讓我再吸收到不同的東西 再develop自己的東西 因為我想發展的方向 在打battle 就是我喜歡的 就不是很偏模式去玩 而是一些比較上面 是立刻和音樂上面reaction 就是那個react 那個玩法 我是比較喜歡這件事 所以變成香港可以借鑑的 其實比較近的是阿Kym 另外還有一個老師 叫阿King 反而其他老師比較focus 在一些編舞上面的東西 的情況下的時候 我又未去到很大興趣去上課 當然他們的編舞都很好 也有可以學得到東西的時候 但是對於我來說 始終要再額外去想的東西 會更加多 那我倒不如 可能自己在家裡 看回外國一些老師的影片 去看看他們在玩什麼的概念 這樣說 我不知道我現在很想說 就是春兒 其實你要多相信你自己 因為其實你在這個Turking圈子裡面 我覺得你已經是一個很iconic 的一個舞者 首先第一就是你 暫時唯一一位港貴男團員 另外就是其實你在音樂上面 譬如剛才跟我們說 會很想將這個音樂和舞蹈結合的時候 你那個角度跟我們 可能一般就這樣說 我們享受音樂是不一樣的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一個你的優勢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 你不要經常都覺得 好像不及別人這樣 多謝大家 所以其實對於我來說 今次的這個Event 我學到的就是 我按一個世界賽的platform上面 我真的可以見識得到 譬如有一個今次的英國代表 他是玩Rock and Turk的 就是用Rock music這樣去玩 其實都給了我很多不同的inspiration 尤其是有些人在玩technic上面 玩得很details的東西 我就會見得到不同的diversity 我再去看的時候 就已經不在於是說 我怎樣令到自己 可以stand out出來 又或者是怎樣可以做得到 譬如說被人記得我這件事 反而我現在更加多的是想 真的去到再訓練自己多些 去到找回 其實我自己有些什麼element 是可以好像他們這樣 就是有一個 就是經過代表這樣說 比較容易去大家理解 用Rock的音樂和Turk去做結合 我自己有些什麼喜歡 例如是一些比較學術的東西 又或者是一些我自己 以前玩音樂上面 學得到的東西 又或者是一些 例如我比較喜歡 一些中樂上面的音樂texture 所以我這次做代表 都有拿一些中樂element 就是一些Chinese Instruments 上面的元素的音樂 這樣放進去玩 所以其實大家去留意 就是現在開始去留意Turk的朋友 不要再那麼表面 只是覺得Turk一定就是 感覺就是很sexy 還有很有魅力 很風情萬種 其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譬如剛才說的 英國那些Turk就是Rock 然後剛才春然有提到 可能我們可以加一些中式的音樂下去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這些要講 我們就真的有很長時間講 是的 所以大家 很想大家 除了留意 我們這次港股代表香港 我們拿了冠軍之外 我們都要多些留意 香港不同Turk的風格 你想要學習的時候 可以跟他們去學 不同老師和自己不同的風格 留意他們多些 還有我們剛才也聽到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都只能看到他們拿了冠軍 這個這麼美麗的畫面 但後面他們又嘔吐 聽說其中一位Crewmate 還不見了護照 所以如果大家想聽多些 他們在ITC的旅程 除了今集之外 都可以報一下他們的班 甚至乎IGDM 問一下他們的故事 都可以 我們要講 就有時間講了 所以今天我們暫時來到這裡 首先我們很感謝港股的春兒上來 和我們分享了ITC 這個這麼難忘的經歷 其他Turkers的經歷 還有很多有得聽的 大家可以再留意他們多些 Follow他們多些 多謝港股的春兒 多謝你們這麼努力幫香港 贏了冠軍回來 Yeah, let's go Thank you very much 那我們下集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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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